柔佛和吉兰丹州分别发生了两宗令人发指的性侵案 而受害者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其中一个人还是在即的中学生 其中一名加害人他是杂货店的东主 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患有学习障碍的特殊青年 我们来看一组法庭新闻 一名31岁杂货店东主涉嫌在柔佛居栏 两度性侵同一名男学生今天在麻坡法庭面控 根据控状男子曾经在去年11月在车内性侵一名男学生 今年1月他在所经营的杂货店内再度犯下受刑 他的行为抵触2017年性侵儿童罪案法令14之B条文 一旦罪成可判监禁不超过20年和鞭刑 由于被告否认有罪 法官阿布巴卡玛纳允许他以12000令吉保释候审 则定在6月24号过堂 在吉兰丹一名35岁患有学习障碍的特殊青年 涉嫌在今年3月15号下午2点半 在哥打巴鲁的甘榜朗格 性侵一名17岁少年 被告今天被带上哥打巴鲁地庭面控 但他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被告的行为抵触2017年性侵儿童罪案法令 一旦罪成可判监禁不超过20年和鞭刑 法官涅哈比里穆哈默允许被告以15000令吉 一名担保人 以及不可以打扰受害者和控方证人为条件 保释候审 案件则定6月23号过堂 在吉兰弗洛交仪 一名41岁泰国籍男子 涉嫌在我国贩毒 今天被控上推示停 根据控状 被告在今年3月6号下午2点半到2点40分之间 在弗罗交仪渡轮码头走私14000颗冰毒药丸 遭到海关扣押 由于需要等待化学报告 法庭则定案件在7月21号过堂 是砸处 疯了 网 ihren 穿处 杜丽 杜丽 等待 杜丽 赢